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弟结婚后 弟妹让我搬出去住 按习俗 跟嫁不出去的大姑姐一块住 会让新人婚内不和 尤其影响子孙孕 爸妈一听 老姑不得 老婆嫁不出去 我们老脸都被你丢光了 赶紧滚 别影响我抱孙子 弟弟更是拿着房本洋洋得意 这上面写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有权不让你住在这 可当我真搬走后 他们也被法院扫地出门 露宿街头 而我住在市中心180平的大平层里 看他们蹲在大街上哭 大清早 我的被子直接被人掀开 冷风一下灌入 将我强制开机 一睁眼 看到的便是弟妹 同林身旁放着两个行李箱 大姑姐 你该搬家了 我差点搞不清是我没睡醒 还是她没睡醒 这是我家 我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 谁跟你说我要搬家 我为什么要搬家 同林脸上的笑 瞬间垮了 双手交叉在胸前 连鼻孔都是朝上的 大姑姐 一把年纪还装傻就没意思了 你都多大了 还不出嫁 还要住在弟弟家 我跟周济光 可是新婚夫妻 你觉得你住这方便吗 你好意思吗 不是我不想收容你 可按我家那边的习俗 跟嫁不出去的大姑姐一块住 不仅会让新人婚内不合 还会影响一家的子孙运 我的睡意 瞬间被怒火烧了个金光 可我并未对她发作 而是去揪出了 那个躲在房间里的周济光 你老婆说要赶我出去 你同意 周济光被我揪着后领子 脖子一缩一缩的 生怕我下一秒 就给她一个麻辣火掌 和西顶乾坤 她惯是会装可怜的 扯着嗓子就叫爸妈 爸妈本就只是躲在房里观察局势 听见周济光呼救 立刻应声赶来 爸一向声如红中 本事不大 说话却总爱耍官微 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爹妈在家轮得到你管教你弟 还不给老子放开 而妈妈上来 就是凑到我身旁 狠狠往我手上捏了一下 咬牙切齿地在我耳边警告道 赶紧放了你弟弟 你在新媳妇面前这样教训他 让你弟还有什么做男人的尊严 手背瞬间起了一道红紫色的掐痕 生理性疼痛的泪水挂在眼角 接着他让周济光挺起腰杆 怕什么 这房子写的可是你的名字 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文言 周济光的底气一下就上来了 跟同林一样拿鼻孔看我 看着爸妈的态度 他们似乎对同林要赶我出去一世 毫不意外 而且是站在他那边 我无力地撒开手 终于明白过来 你们居然都想赶我走 同林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瞪了我一眼 转头看向爸妈时就换了哭腔 爸妈 我现在怀孕两个多月 上次去做产检时 一医生就说我这太不稳 我妈算过了 孩子的预产期和大姑姐的八字范冲 和她住在一起 也不吉利 一听会影响他们的宝贝孙子 我爸妈也一下紧张起来了 那可不行 林里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她搬的 说吧 妈妈指着大门的方向 你赶紧滚 今天就给我搬出去 见我一动不动 我爸更是上手推了我一把 一个亮枪撞在门框边上 瞬间抹了半边手臂 其实他们不一定是信了 同龄口中说的什么习俗 什么八字相克 只是因为弟弟周济光 大专毕业后 一直没有一份正经工作 在各个朋友的店里当林工 而同龄长相不错 有点小手艺 还开了个美容工作室 对于周济光来说 已经算是上等良配了 所以爸妈和周济光 生怕跑了他这个好媳妇 事事都顺着同龄 就连去民政局领证时 突然狮子大开口 要了五万块的领证费 下婚车要了八千八百八十八的出门费 爸妈都是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当然了 当时这钱也是赶鸭子上架 逼着我出的 包括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也是从我这片的钱买的 得知周济光和同龄要谈婚论嫁后 爸妈便火急火燎 带着周济光去看房了 婚前买房 那就是济光的婚前财产了 跟同龄可没关系 爸妈跟我提起这事时 还让我支持一部分首富 被我拒绝了 要么写我和济光的名字 要么写爸妈的名字 我才会考虑出这个首富 爸妈不乐意 我也不乐意 这是原以为会不了了之 可后来 趁着我正在外地出差 妈妈突然哭着打来电话 说是爸爸慢性病发作进了 I see you 需要二十万医疗费 我爸本就常年烟酒不停 总说胸痛 有一回还轻微咳血了 因此我没有半分怀疑 立刻给我妈赚了二十万 结果当我从外地赶回家后 得到的就是 只写了周济光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 爸妈怕我急眼闹事 安抚我说房产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有新家了 这是楼王的最后一户了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呀 木已成舟 我按了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 那还款呢 周济光没有稳定工作 工资也不高 而这房子的还款 加上物业 水电费 每个月就得还五千 就算爸妈拿他们的养老金来贴 也是不够的 妈妈难得温情地搂过我半边手臂 都是一家人 自然是要一起出力的 我的乖女儿这么能干 一定会为家里多出一份力吧 我说过 让我出钱可以 但这房产证必须写上我的名字 听我这么一说 爸爸直接吹胡子瞪眼 倒反天罡 老爹老娘 还有你弟能坑你不成 眼见我要不乐意了 妈妈急忙打圆场 加 一定加 这不是买房太急了 你又恰好在外地办不了手续 这才写得你弟的名字嘛 等哪日有空 咱就加 听妈妈这么一说 我才暂时妥协了 然而 办理加明手续一事 日日拖夜夜拖 每到还款日妈妈就催我还款 我要是不愿意 她就吵得我不得安宁 工作上的是身心俱疲 疲惫回到家的 我不想再耗费心神 只能拿钱换安生 没想到这是一拖 就拖成了如今的局面 我正想反驳什么 却被老爸猴得耳膜都震得疼 得了得了 你还好意思逼逼赖赖 你都快三十一了 老姑婆嫁不出去 我们老脸都被你丢光了 食指猛戳了我的脑门好几下 锋利的指甲 在我额头上刮出了一道血痕 摸着额头上的湿润 我最终放弃了争辩 我心知此时此刻 不 我早就被他们 划出家人的范围之外了 我才是被他们 一致对外的那一个人 所以多说无意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似妥协 好 我搬 估计他们都做好了 与我一番撕扯的准备 却没想到我这么爽快 就松口 一时正住了 同林最快反应过来 将手里两个行李箱甩过来 那麻烦大姑姐快些了 免得假期休完了 又找借口推三阻四 她随手一甩的行李箱 砸到了我的脚 我吃痛地叫了一声 妈妈却不耐烦地催促 行了行了 别装了 哪里就这么娇气了 赶紧收拾吧 我拎着行李箱回房间 环顾这个我才住了不到一年的房间 却没有一点归属感和安全感 从小到大 我最渴望的就是拥有自己房间的支配权 不会是任别人随意出入的 不会是用来临时堆放杂物的 不会是我不喜欢的家具和摆设 以前的家很小 妈妈说没办法 却把阳光最好最大的房间 给了周济光 而我却住在最热最潮湿的阁楼 记得有一回皮肤又痒又痛 无助地求助妈妈 她却尖叫着嗓子质问我 是不是在外面搞七搞八 惹了什么脏病回家 还把我打了一顿 后来去小诊所检查得知 只是失诊 回家路上还骂我坑了她一百多块要钱 真是个败家的玩意儿 我以为有了新家 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了 我对家里有贡献了 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厚此薄彼了 却没想到 这次我不仅是失去了自己的房间 连家都失去了 其实他们的家庭规划里 根本从来都没有我吧 我自嘲地笑了笑 总以为出息了 挣到钱了 会得到爸妈多一点肯定 可是我所做的 都不如周济光 仅是叫一声爸妈 就能把他想要的都送到他面前 而我 哪怕是要钱钱地铺垫 问一句我的近况 哪怕是虚假的 都会觉得满足 明明千百次劝告自己 对他们放低期待 内心深处 却依然渴望他们的关心 原来不是家穷就没有爱 是根本就觉得我不配 收拾东西时 同龄突然好心地过来说 要搭把手 他拿过我的洗漱包 将里面的一瓶乳液和精华拿了出来 这也没多少了 带走不嫌重啊 放这把 我帮你处理了 你直接买新的吧 还有这件衣服 上次我都没好意思说你 这颜色 你穿着显黑 别要了 这项链也蛮好看的 货吧 你做主播有头有脸的 带假货多不好 他东挑西简的 没一会儿 怀里就抱了一堆 我上前 拿回我的精华和乳液 深度滋润型的 你这黑黄大油皮斗鸡 用了会闷斗 又拿回了我的连衣裙 达斯玛 你个XXL心里没点数吗 同龄下意识将项链藏在手里 我看穿了他的小动作 那是奥利奥的项链 你还要跟一只狗抢东西吗 闻言 同龄不情不愿地将项链丢到桌上 还嫌弃地将手在我的背带上擦了擦 奥利奥是我养的小狗 同龄总说狗脏 细菌会危害肚子里的孩子 明明奥利奥每回都绕着他走 他却总是装出一副受惊模样 我妈怕孩子出事 逼着我把狗送走了 目前既放在同事的家里 正好我搬出去自己住 还能把奥利奥接回到我身边了 虽然是临时搬家 但因为狗狗的被迫离家 我也早就有了搬出去自己的住的想法 已经看好了房子 只是还没下定决心般 毕竟一边被逼着还房贷 又在外租房的话 我一个月的开支下来 几乎是分文不剩 生活就是这样 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远方的苟且 以及苟且的苟且 可如今不同了 后脚跟刚踏出门 身后的门就用力被关上的那一刻 我就下定了决心 我要和这一家人断绝关系 我打电话给房东 很幸运 我看好的那套房子还没租出去 今天就能入住 去往新家的路上 有一段路正塞车 恰好停在了我以前读的高中门口 看着熟悉的场景 回忆渐渐浮现 我从小就想着证明自己 努力学习 成为别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就为了得到爸妈的一句夸奖 妈妈要我考荆州大学 我就拼了命地去考荆州大学 压力大到脱发严重 后来我终于考上了 妈妈特意做了一大桌菜 今天做的 可全都是我宝贝女儿爱吃的 我看着满满一桌的菜 才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我妈并不知道 我爱吃什么 那都是周济光爱吃的 但没关系 因为妈妈说了 全家人都会亲自送我到 荆州大学报道 我很开心 毕竟第一次去陌生的城市 有家人陪伴前往 肯定不会那么无措吧 可那天 妈妈盛装打扮 拉着周济光学校里四处拍照 而我跟在他们身后 帮忙拿包和水 晚上 我刷到妈妈的朋友圈 托孩子的福 我也到荆州大学一日游了 九宫阁满满都是 他和周济光的合照 没有我 不知情的亲戚和邻居 纷纷点赞留言 夸他培养了个好儿子 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件事 妈妈有个牌友叫方姨 我妈总喜欢跟她攀比 方姨儿子考上荆州大之后 他就让我 一定要考上荆州大 然后就是我出社会 能赚钱了 我给家里的钱越多 他们对我的关爱 和好脸色就越多 偶尔还会敲打敲打周济光 让他向姐姐学习 我莫名会从中得到一丝快感 因为此刻我在爸妈眼里 终于比周济光要好了 哪怕那是虚假的 我都甘愿沉沦 自欺欺人 过去 我曾试图用学习成绩 经济实力来证明自己 为他们而活 如今 我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不要再迎合别人 我要为自己而活 割舍了不相干的杂念 我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房贷还款日期 逾期了两天时 我妈给我打来 我离家后的第一通电话 我挂了好几次 她依然切而不舍地打来 想着逃避 也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那一次 我滑动了接听键 估计是没想到 我这回会乖乖听电话 那头骂我的话 戛然而止 转变为关心的问候 南南 吃饭了吗 你现在住在哪呀 妈妈今天包了饺子 你给妈妈一个地址 给你送点过来呀 我丝毫不动容 心知这只是 她开口要钱钱的糖衣炮弹 果不其然 我随便应成了两句之后 她就迫不及待地 切入了正题 怎么这个月的房贷 还没打过来呀 是不是你们公司 又拖欠工资了 要是拖欠工资 我们是可以告到 劳动局要双倍赔偿的 起初我不愿意帮忙还贷款 就谎称 公司那个月拖欠了工资 他们暂且信了 但第二个月 听我说工资还没发下来 同龄就窜多我去劳动局告公司 见我不愿意 同龄当即黑了脸 你们一家子不会是想设计我 让我来还房贷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敢在结婚前 给阿光买房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房着我吗 房贷我是一分不会还的 要我还 除非加上我的名字 同龄婚后自己的钱都是攥在自己手里的 家里的开支他一分不出 连周寄光手里那撒瓜俩枣 都揣自己兜里 同龄这么一闹 爸妈也上火 把情绪都发泄在了我身上 最后还是逼着我继续还房贷 妈 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叫他这一声 随后告诉他房子的钱我不会再还了 我又没住 谁住谁还 听我这么说 我妈嗓门一下大了起来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爸退休金加起来 勘勘够生活费 房子的钱你不还 你是想看我和你爸被赶出去露宿街头吗 不是还有周寄光和同龄吗 都是成年人了 房产证写的也是周寄光的名字 理应他来还 另外 我之前给的首付和还款的部分 我还要周寄光一分不差地还给我 至于利息 我就当便宜他了 想必我妈是开的免提 那边的同龄一听可就不乐意了 大姑姐 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 我尽心尽力帮你照顾爸妈 你不该出奋力吗 那又不止是我爸妈 也是周寄光亲爹亲妈 你的公公婆婆 我可以给我爸妈的赡养费 但是房子的还款 我一分都不会再参与 挂了电话之后 我给我爸妈银行卡 各赚了一千元 并且备注了为赡养费 这是我先前咨询律师后 他让我留的一个心眼 那边很快又打电话过来 只是被我挂断 无奈转成微信轰炸 一千块打发我和你爸 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 你爹我一个月买烟都不止一千块 你不是每个月一万块底薪吗 既然你不还房贷 至少每个月也要给我和你妈 每人四千块 姐 你现在住哪呀 是不是租房被人骗了 我兄弟就是做中介的 可以不收你中介费 大姑姐 我知道你在跟我怄气 但我肚子里怀的是你亲侄子 看爸妈这么伤心我也着急呀 刚刚都动了胎气 差点见红了 我把这四人都拉进了黑名单 倒是头一回 庆幸爸妈从不关心我 因为不关心我 连我公司地址都不知道 不至于找到公司里来闹 但我也心知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 又一段时间过去后 大清早刚到公司 就发现同事看我的眼神 有些怪异 和我关系好的无言 见我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给我分享了一条视频 南南 有一个自称是你弟妹的账号 在网上控诉你 虐待老人 抛妇亲母 视频里的同龄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为公婆喊冤 爸妈和周济光在后面 一副委屈模样 同龄嘴里描述的我 是为了不负责任而离开家 对父母不闻不问的女儿 视频最后 爸妈甚至特意凑到镜头前 对我喊话 南南 爸妈并不是想用法律 绑架你 爸妈只是想知道 你在哪 过得好不好就够了 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 爸爸妈妈可以什么都不要 看着爸妈泪眼婆娑的模样 我内心没有丝毫动摇 甚至觉得讽刺 真的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他们拿捏 一点眼泪就会心软的傻子吗 我看了眼评论 不少人被同龄带了节奏 他能上荆州大学 多亏了父母培养 没想到荆州大学 竟然培养出这种 忘恩负义的学子 这就是太逆爱的结果 一点不如意 就跟父母大吼大叫 真是个白眼狼 也有人保持中立 表示不能只听一方说辞 抑止他们 有可能是鳄鱼的眼泪 真的爱女儿 就不会把女儿大名抱出来 而且女儿本名叫周宋南 细思极恐 周宋南 周宋南 德 又一太子家 我选择相信女儿 因为她有个弟弟 可在刷新 中立或者是偏帮我的评论 已经被同龄删了 只留下同情他们 攻击我的评论 当然 大数据的机制下 这条视频 也会推送给附近 或可能认识的人 有些对我不熟悉 但有过几面之缘的人 也出现在评论区里 有误会我的 也有相信我的 我统统按律师交代的方法 将视频录屏取证 刚收集完证据 手机又收到了一条 来自法院的短信 是爸妈联合起诉我 告我不履行 赡养父母的义务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 真的会笑 我从容不迫地 拨打了一个电话 李律师 我们的材料 也可以提交了 其实 我离家的第二天 我就去了烫银行 将我转账给妈妈的 二十万元首付款 以及每个月 帮周济光还房贷的流水 都打印了出来 多上网 还是能学到东西的 每次转账时 我都留了个心眼 给每一笔转账 都付了备注 否则 我也不能真的这么安心地 帮周济光 还了一年的贷款 除了那笔 我以为是用来救命的 二十万没有备注 大妈妈骗我的聊天记录还在 律师也帮我取证公证了 另一边 同林还在接二连三的更新视频 杜撰事实 颠倒黑白 赚足了流量 我和律师一拍即合 打算再送同林一个诽谤的罪名 见我迟迟没有回应 同林生怕我看不到似的 直接爱特了我的社交账号喊话 虽然我的主页一片空白 但还是有人为了吃瓜关注我 一夜之间 竟然长了好几千的粉丝 比同林长得还多 因为同林删了太多中立评论 网友不傻 从他的操作里 一下看清了真相 都跑来关注了我 同林见状 立刻删除了爱特我的那条作品 却依旧抵不住我账粉飞快的速度 其中不少网友私信我 希望能听听我的说辞 给同林一个反击 确实 公司其他部门同事对我的议论 以及石棠阿姨看我的眼光 都表示同林的曝光 对我的现实生活有不小的影响 因此和律师商讨过后 我也发了一条视频 同林的视频东拉西扯 想到什么说什么 让观众看得云里雾里的 而我直接做了个思维导图 时间线搭配各种截图证据 清晰明了 终于不用到处找客代表了 总算把这瓜吃明白了 好强的逻辑思维 好迅速的行动力 好直观的思维导图 那个弟妹一句话能讲清的 硬是说了三分钟 博主这十分钟的内容 愣是缩减在了三分钟 我这边视频发出后 同林那边的评论 也被网友攻陷了 同林没办法 只能一边将评论权限改了 一边删评论 乍一看评论区 依然一片祥和 全都是支持他 相信他的言论 奈何他越是这样 我这边涨粉的就越快 因为在他那边评论不了的 都跑来我这了 视频互动量一上去 我账号的视频流量也更大了 舆论战暂时占领上风 可我和李律师却在为另一件事发愁 眼下离法院开庭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房贷逾期还款超过三个月 才会被银行起诉法卖 就算被拍卖了 爸妈和弟弟 弟妹会被扫地出门 但我那二十万首付 和还的那几个月的房贷 还是很难拿回来 哪怕法院清算了资产 家里的经济情况 我心里大概有数 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就算他们被法院强制执行 限制消费 也难保他们铁了新赖账到底 我可不想跟他们干耗着 我和李律师正愁着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我将信息递给李律师看 他也意外地挑了挑眉 那个小区位置可不好 而且房价还在跌 继续还房贷都亏利益 万一你确定要征这套房子 我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坚定地点头 我要 就算不如预想地发展 起码这也是唯一能保全 我自己资产的办法了 李律师文言后 表示尊重我的决定 立刻开始准备材料 等待开庭 同龄之前跟他美容院的合伙人 是有过一次官司的 只不过那次二人最终在庭前调解 还没真正上到法庭 他估计这次也想顾忌重施 以为我会被法律威严和网络舆论的压力下退 却没想到弄巧成拙 正是法律和网友给了我底气 毕竟法律不会保护躺在权力的人 善恶中间 自有司法定是非 也不是谁先上网哭谁就有理的 网友更不可能成为谁手里的一把枪 因为我们这边证据链完整 加上有专业律师把持 我反告的开庭时间也很快定了下来 两个案子有一定的关联性 因此法院决定合并开庭 开庭前有个庭前调解 这也是我单方面断联之后 爸妈和周济光 同龄第一次见到我 看得出他们都有按捺不住的火气 却在调解员进门的那一刻 纷纷做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我爸唉声叹气 都怪我这个作罢的没本事啊 不如早点死了别给闺女添乱 我妈嚎得更大声 我们两口子可怜啊 砸锅卖铁送她上了好大学 结果转头 爹妈都不要了 还要来告我们 可惜法律的天平 不会因为眼泪而倾斜 是只看证据和事实的地方 爸妈想在调解员面前 唱一出苦肉计 奈何调解员目不斜视地路过他们 还喊了声肃静 停前调解必然是不顺利的 爸妈哭诉我不管他们养老 还说那房子的房贷是我答应了要还的 面对我提交的证据 我爸更是一把给撕了 还说那都是我伪造的 既然调解失败 接下来就是直接开庭了 我申请了直播庭审 考虑到案件也有一定的科普意义 法院通过了我的申请 直接在法院的官网直播 首先要审理的是 爸妈起诉我不赡养他们的案子 同龄可不舍得给我爸妈请律师 觉得自己看过几个普法视频就很有法律常识 因此他们那边并没有律师到场 全靠同龄一张嘴在开庭前的指点 导致审判长刚坐下 我妈就离开了原告席 扑倒在审判长面前哭喊 青天大老爷呀 草民命苦啊 不孝女不管生他养他的爹妈 我们日子过得好苦啊 审判长无奈地敲了敲法锤 二十一世纪了 现在不心这个 请原告回去做好 我妈的戏没人捧场 她只能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泪 幸幸回到原告席 狠狠盯着我 原告起诉被告遗弃罪 称被告女儿周宋楠不给赡养费 但被告提交的证据里显示 是有支付赡养费的经济网来的 原告有没有收到 我爸清了清嗓子 挺起了他那引以为傲的大肚男 他总觉得这样才像大领导 不顾医生劝说 硬把自己整成了三高 请问吧台上的几位怎么称呼啊 如果现实中能显示特效 那么审判台上的审判长和陪审员 此刻额头上定有三根黑线滑下 审判长将面前的牌子转向我爸 我爸立即了然 审判长同志 我女儿一个月底薪有一万元 却拿区区两千元打发我和她妈妈 可家里有四张嘴 还有个没出生的孙子 两千元怎么够 打发乞丐吗 这不是 李律师出示了我 每个月的工资流水和花销 表示按我的薪资 扣除我的生活起居花销 按法律规定的比例 就是给我爸妈一人一千正好 并且 我方当事人没有必要承担弟弟 以及弟妹一家开销 我爸一听这话 重重地拍了好几下桌子 他凭什么不负责呀 他是周家人 他弟妹肚子里怀的是周家后代 他当然有责任为周家后代付出 我妈也跟着接话 而且是她自己郑重承诺过 会为了我们这个家奋斗打拼的 如今却 我妈故作哽咽地停顿了一下 见审判长依然不关心她的眼泪 尴尬地抹了妈脸 曾经 我是说过这话 似乎是我小学的时候 半夜下大雨 我住的阁楼漏水了 跑到爸妈的房间里打地铺 妈妈困倦地一边给我铺被子 一边嘴里抱怨着 我以为她抱怨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安慰妈妈 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以给家里换大房子为目标 奋斗打拼 啊 她终于记得我曾说过的话了 我真是高兴不起来呢 法官翻找了下资料 原告说被告承诺过 她是有签过什么承诺书吗 如果有请提交一下证据 我妈大手一挥 不需要证据 她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审判长看上去挺无语的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案子很好判 没有悬念是爸妈输了 他们无措地看向旁厅区 那边的同龄和周济光 急得眼里都冒火了 因为下一个案子 就是我要向他们追讨房产 第二个案子开庭前 外面的天突然阴了下来 像是要下一场大雨 窗户灌进来的风吹动了 审判长面前的资料 审判长示意书记员关下窗户 却被我妈叫住了 别关 我一会儿还要对天发誓 如果现实能有音效 那么法庭内此刻 应该有三声压叫 这个案子 是我向周济光追讨房产 因此这一场 是她和我妈坐在被告席 刚开庭 我妈又撕了我这边 提供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 她和坐在旁厅区的 同龄对视了一眼后 坚定地对法官说道 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 都是她伪造的 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这钱是她住在家时 要交的伙食费和生活费 绝对不是什么房贷 我这有我和她的聊天记录 我这份才是真的 然后说到做到 真的跪在了窗边 向老天发誓 尽管台上的都是有职业素质的人 还是有人没忍住笑出了声 审判长脸都憋红温了 对比两方提交的证据有所出入后 好几次尝试开口 才找到正常的语调 两方的证据有出入 如果有一方的证据是伪造的 根据刑法第246条 伪造聊天记录 用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时 可能构成诬告陷害罪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原告 被告 是否了解清楚 我翻看过周济光提交的证据 一言假 想必是同林帮他伪造的截图 我举手 清楚 我接受法院对我方证据进一步审查 然后 我和审判长一同看向被告席 我妈和周济光眼神慌乱地看向同林 支支吾吾了半天 察觉到他们的目光所达之处 审判长看向旁厅区的同林 跟我妈再次强调了一遍伪造证据的后果 或 或许我们截图 截错了 那天聊的不是这件事 得到审判长的几次警告后 我妈和周济光说起话来更语无伦次了 同林几次想打断 却被审判长出声警告 为了不被赶出去 同林也只能忍着 我这边提交了每一次的转账记录 并且备注了用途 我妈如果要否认收到这笔钱 或是扭曲这笔钱的用处 就必须提供自己的流水 他们提供不了 因为若是提供 就能发现这笔钱收到后 他都是直接转到了周济光的还款账户 谎言不攻自破 周济光从小就被爸妈宠坏了 在他的观念里 所有东西都是他的 包括我的一切 因此 他竟然直接站起来 对我大吼大叫 周宋南 给我还贷是你做姐姐的责任 爸妈生你养你 供你上名牌大学 我是周家唯一的儿子 爸妈就希望 我能有自己的家遮风挡雨 你连这点付出都不肯回报他们 你还配做人吗 养我 从小哪次吃饭 我不是只能从你减胜的盘子里加菜吃 供我上大学 我高三毕业 别人出去修学旅行的时候 我在餐馆刷盘子赚生活费 靠奖学金和打临时工度过的大学四年 还跟我谈回报 妈骗我爸进了ICU 我不计前嫌 二话不说 把全部积蓄转了过去 得到的是你们联合起来的欺诈 还被你们赶了出来 那我呢 我的家呢 明明一直警告自己不能哭 不能再给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 却还是忍不住眼泪决堤 不是因为他们是为过去的我 那个盲目将一颗真心奉献给家人的我 李律师安抚了一下情绪激动的我 同时抓到了周济光话里的漏洞 被告 你刚才说我当事人应该给你还贷 所以你是承认了我当事人给你还过房贷的事实吗 周济光被爸妈顺从久了 格外忍受不了别人跟他对着干 是又怎么了 国人的传统就是要传宗接代 没有儿子 谁来传宗接代 如果法院敢判我输 那就是跟全国人作对 违反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周济光一时口快 竟然承认了前面和我妈一同否认的事 直到同龄站起来吼了他一声 我妈着急地拉了拉他 他才反应过来 但覆水难收 他干脆豁出去跟审判长对着干 指着审判长骂道 是不是周宋南给你塞钱了 你这是收受贿赂 我要举报你 见周济光一副药冲上审判台的架势 法警立刻上前把他拿下了 最后在周济光的吵闹声中 审判长当庭宣判 要求周济光要么归还我二十万元首付 以及五万元还贷金额 共计二十五万元 要么将房子过户归还到我名下 若是周济光两者都不打算执行 将会被法院强制执行 冻结名下所有财产 旁厅区的同林一听 慌张地一下站了起来 不行 不能冻结财产 可审判长已经宣判完了结果 离开了法庭 看着同林那一脸惨白 我隐约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奇怪 同林竟然在乎的 不是房子 而是周济光的财产 周济光口袋比脸还干净 动不冻结都没区别 同林这么紧张 做什么 出法院后 我刚开机 发现手机里信息爆满 短视频更是新增了十万点赞 原来 这场官司的直播 不少吃瓜观众都在看 不仅看了一场笑话 也和我一同解了气 因为我告了同林诽谤 可在庭前调解的时候 同林怕真的要上法庭 因此答应我提出的条件 那便是删除造谣我的视频 并手写一份道歉声明 置顶一个月 这份道歉声明一发 同林那边被攻陷得更厉害了 我正觉得奇怪 同林为何会这么爽快 答应道歉 以及听到冻结财产的反应 这时 另一件事也浮出水面 解了我这疑惑 同林是开美容工作室的 前不久给顾客用了劣质产品 导致客户烂脸 客户上门维权 要求同林赔偿 人数多达十余人 赔偿金额估计有五十万 可同林却宣布了美容院破产 一气被抵卖了之后 其余财产清算 竟一分不胜 综合刚才法庭上他的反应 李律师有了个猜测 你是说同林和周继光假离婚了 离婚前 财产转移了给周继光 自己净身出户 这样就能把赔偿款赖掉 李律师点点头 说是有这种可能 维权这条路 不管是哪个领域都难走 同林就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觉得多数人与其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 用在维权上 还不如拿钱去修复自己的脸 毕竟越是脱衣日 就越难恢复 就算真的有那么几个人 维权到了法庭上 同林的财产已经转移 名下资产为零 受害者们也拿它没办法 可是没想到 周继光在我这败诉了 还可能会被冻结名下财产 按照同林的性格 这笔钱转给周继光之前 肯定签订了某种协议 那笔钱在周继光 那只是一个暂存的名义 可若是财产被冻结 那笔钱虽然不能用于赔偿给我 但也拿不出来 等于一把死钱 那些受害者们 就真的一点维权的办法都没有了吗 李律师想了想 从容一笑 晚上李律师也在社交平台 发了一条普法视频 讲的就是同林这样的案例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视频被我一转发 知情的纷纷都知道 指的就是同林的事 那些受害者们立刻有了头绪 立刻找到李律师 要联合起诉同林 最后 听说在法院的调查下 果然发现同林非法转移资产 给周济光赚了三十万元 虽然远不够赔偿款 但好歹受害者们终于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因为都是一个律师受理 爸妈和周济光 同林心知其中定有我的手笔 为了报复我 依然死赖在家里 不肯搬走 也不肯还房贷 更不肯将房产转到我名下 结果 在周济光连续断供三个月后 作为贷款人的他 又被银行给起诉了 同时 我申请了强制执行 在法院强制的操作下 周济光只能按照判决 将房子过户给我 可他们却依旧不肯搬走 还在街坊邻居面前哭闹 说我这个白眼狼 要把他们赶走 周济光更是得意地对我挑衅道 房子是你的名字又如何 你要是敢把我们赶走 你就是六亲不认 丧尽天良 我却不急 你们是我的家人 当然可以住 看见我的笑意 周济光就像拳头打到棉花上 却又不由地冷地一哆嗦 直到我们当地的城市规划公布 我们小区附近 要新建一个地铁站和轻轨站后 我立刻就把房子挂到了中介 那一刻 爸妈和周济光 同龄才明白我的用意 当房子不再是我的时候 他们可就不能再名正言顺地住着了 我和李律师苦恼是争钱还是争房的时候 我的社交平台收到一条私信 是一位热心网友 从同龄的视频里认出了我们小区 告诉我小区附近可能要建地铁站和轻轨站 我们镇本来离室内很远 小区还在镇的边缘 房价是这边最低的一个小区 可若是有地铁和轻轨能直达室内 那么买不起室内房子的刚需人群 倒是很有可能考虑我们这块 毕竟原本的两个小时车程 有了地铁和轻轨只需不到一个小时 就能到室内了 果不其然 要建地铁的公告一出 小区的销售部立刻换了宣传海报 房价直接上调 比我买的时候还贵了好几千 我的房子刚挂出去 中介就说有好几个人要来看房 尽管有我爸妈和周济光这样的老赖 只要我比市场价再稍低一点 也是很吃香的 最终房子成交给一个刀疤大哥 听说是打拳击的 妻子是跆拳道教练 我爸妈那一家人 在他们面前大气不敢出 见对方一个拳头 能往门上砸出一个洞 连夜就收拾东西搬家了 而我 这些年来的努力工作 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将我从镇上调到了室内总部 我抛弃了过去的一切 更换了所有联系方式 重新开启了只有我和奥利奥的生活 五年时间 我从小职员到业务经理 又到部门主管 这些年来一直努力攒钱 努力工作 抓住了每一个升迁的机会 也幸运地遇上了合适的购房政策 曾经窝在十几平小阁楼里的我 现在已经住进市中心 180平的大平层里 我又登上那个 被我遗弃了很久的微信 我已经把爸妈他们的微信号 移出了黑名单 时不时发一些 紧他们可看的朋友圈 不是出国看演唱会 就是去北极看极光 去看巴黎奥运 杀人诛心嘛 他们怎么可能甘心看我过得好呢 这次 我故意发了个购房合同 我知道 这些年 他们一直都在悄悄监视 我这个时不时 有点动静的微信号 爸妈和周继光他们 还经常给我发一些 表示后悔莫及的信息 我都当笑话来看 果然 某个周末 我躺在阳台的堂椅上 喝下午茶时 看到对面小区二七的大门 有几个熟悉的身影 同龄的身边 站着一个哭闹的小孩 不知什么原因 正在殴打他的妈妈 我妈好像被他吵得烦了 一把将自己的亲孙女 推到了地上 同龄见状 又跟我妈吵了起来 夹在中间的周继光 被两人推来推去 好不窝囊 而且周继光居然才三十出头 就秃顶了 站在太阳下 头顶都会反光 我爸那个引以为傲的大肚子消失了 瘦得可怕 白发苍苍 想起之前看我妈的留言说 我爸得了胃癌 现在看 确实离入土不远了 购房合同 我只发了个封面 只有房地产商的标志 而这个房地产商 在室内有几十个楼盘 也不知道 他们是走了多少个小区 才问到这来 只是我们小区物业 也是出了名的严格 更何况 他们还跑错七数了 见保安不肯放他们进去 我妈又使出了惯用的一哭二闹三上吊 还企图冲闸门 我抿了口花茶 拿出手机 将那个微信彻底注销 然后看着他们被物业报警抓走 啊 今天天气真好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妈有三个孩子 可她却很少对我笑 她对我似乎只有一个要求 你必须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当七岁的蒋年年 撒娇要抱抱时 我每天在小区外的跑道上 挥汗如雨 当五岁的蒋游 偶尔还能偷吃一些垃圾食品时 我要一边忍着干藕 一边将她准备的所谓营养餐 大口地往嘴巴里塞 她对我可以说是毫不关心的 那年幼儿园给我们布置了作业 为父母洗脚 可我将脚盆端到爸妈面前 还没说话 我妈一脚将盆踢翻 滚开 烦着呢 五六十度的热水 全部泼向我的脚 啊 我疼得发出一声尖叫 我爸责怪他 有什么脾气 也别冲着孩子使 我妈坐在那里 望向外面 没有理睬我爸 突然 她哭了起来 我的年年啊 我命苦的年年啊 后来我才知道 就在那天 我姐蒋年年的白血病复发了 在所有人以为他已经彻底痊愈时 又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一个月后 蒋年年的治疗情况有所好转 我妈找我谈话 姐姐的身体里面有个小怪兽 现在姐姐打不赢他了 小鱼帮姐姐一起打 行不行 他抱着我的动作是那样轻柔 语气是那样温柔 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 在妈妈心中 我和哥哥姐姐是一样的了 于是我用力点了点头 细细粗粗的针管 扎进我的小臂 又扎进我的屁股 红艳艳的血从我的身体里抽了出去 抽完后 我躺在病床上 几乎一动不能动 后来 姐姐被救活了 妈妈哭了 我用小手摸她的脸 妈妈不哭 小鱼不痛 她就真的不哭了 只一个劲地拥着我 那时妈妈的怀抱真的很温暖 温暖到 我想享受一辈子 可错觉毕竟还是错觉 出院后 蒋年年依旧是家里的核心 她因为咳嗽不止 被送往医院那天 是我生日 当我抬起手 想要父母一个暖心的拥抱时 我妈抱着蒋年年怒瞪着我 你姐都这样了 你还有心思过生日 我爸手上拎着大包小包 脸上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小鱼 你姐姐情况不好 等我们从医院回来 再给你补过一次 好不好 于是六岁的我和蒋游 被送到亲戚家 这一待 就待了一个月 蒋年年从鬼门关闯回来了 她出院那天 爸妈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蛋糕 大到我生日时从未见过 我高兴极了 以为这是弥补给我的生日礼物 蒋年年嘟起嘴巴吹蜡烛的时候 我抢在她之前将蜡烛吹灭了一半 给她留了一半 蒋年年愣了几秒后 突然嚎啕大哭 我妈打了我一巴掌 姐姐吹个蜡烛也要抢 你怎么这么剑 我不知道剑是什么意思 只是呆呆地看着我妈小心 将蜡烛重新点燃 热烈地哄着蒋年年再吹一遍 原来不是给我补过生日啊 我九岁的时候 蒋年年回到学校重新读书 她身体不好 成绩也不怎么样 我妈要担心的事情更多了 多到她分不出 哪怕一丝精力放在我身上 爸爸忙于工作 于是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我 被迫住进寄宿学校 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直到初三 八年里 我爸每个月雷打不动接我 但这一次她失约了 已经放学 我爸突然打电话 说她有事 会让蒋游接我回去 我没说什么 安静地等 可我等到日落西山 也没见到他人 我心里堵着一口气 自己往家走 可我不够激紧 也缺乏人生经验 因为样貌还算不错 路上理所当然 被喝得醉熏熏的 小混混跟踪 被拖入小巷子 只能任由那一双双手 在我身上四处游走时 我哭了 对方暴虐地 给了我好几个耳光 长得这么纯 不就是欠干的 衣服被拖到 只剩内衣裤时 我甚至生出了 自尽的想法 可突然 墙外传来一阵警笛声 救了我 妈的 小混混快速 提上裤子跑了 我哭得满脸都是眼泪 颤抖着将散落一地的 衣服穿回去 可当我虎口脱险 回到家时 却见蒋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脸认真地用胶水 黏着蒋年年亲手给他做的陶瓷杯 那一瞬间 愤怒第一次彻底控制了我 我静止走过去 抄起那好不容易粘起来的杯子 重重砸到地上 啪 杯子再次四分五裂 蒋游气地跳脚 你疯了 有病 看到一脸怒容的我后 他像是猜想起来 自己忘了什么 你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我还打算去接你呢 又看了看手表 尴尬到 哎 怎么都八点了 你这不是能自己回来吗 干嘛每次还要爸去接你 我看着眼前的男孩 他真的一点都没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 蒋游 我真的 不想再当你妹妹了 我瘸着腿爬上三楼 背后传来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 不想当就不想当 你当我稀罕 他从沙发上扔过来一个抱枕 砸中了我的背 被小混混凌辱时伤了的背部 传来一阵痛意 我没有回头 涂药的时候 楼下传来欢快的动静 走出房间 他在栏杆上往下望去 我爸正哈哈大笑 今天虽然很累 但看到我们家年年高兴的样子 爸爸就是再累也值得 沙发上堆满了他们一天的战利品 原来爸爸所谓的有事 就是陪妈妈和蒋年年逛街 给他们拎东西啊 我摸了摸依然疼痛的嘴角 内心有点麻木 第二天我爸才知道我那晚经历了什么 他将酱油臭骂一顿 又闹着要报警 我妈冷冷拦下了 那巷子没什么人 没有目击者 又没有监控 警察能怎么办 你把这事传扬开来 我们家还要脸不要 我爸就这么妥协了 为了弥补我 他放下豪言壮语 说一家五口 要来一次短途旅行 可我还是被抛下了 去给我妈买完水 回去时 原本的露营地 已经空无一人 车子也不翼而飞 没有一个人通知我 暮色见西尘 我心里有点发毛 当我被不合脚的鞋子 磨出满脚水泡 不得不脱下鞋子 沿着环山公路 慢慢往山下走时 一辆轿车停在我面前 坐在副驾驶的小少年 降下了车窗 同学 看你这情况 要不我们载你一程吧 他父母也一脸欢迎的样子 我回想起那晚差点被小混混 强暴的经历 没搭理 继续往山下走 见我警惕的样子 他从书包里掏出证件 我叫孙霄 九月份要去市役中上学 市役中 那也是以后我的学校 察觉到我脸上的警惕 削了大半 后座的阿姨连忙下车 将我拉了上去 快上车 这大晚上的 一个女孩子走山路不安全 你家住哪 我们送你回家 我报出地址 车子开始向我家的方向驶去 到家的时候 我妈正在厨房倒水 见到我 她下意识地一皱眉 去哪里封完了 你姐姐刚从医院回来 也不知道去她房间陪陪她 一点也没有小油懂事 我妈出口地责问 让孙叔叔一脸尴尬 你是小鱼的妈妈吧 既然我把小鱼 从山上安全送回了家 这就回去了 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贪玩 你们也别太责怪她 我闷不吭声地 将手上的两瓶水 放在玄关 我妈表情一下子就变得不自然起来 孙叔叔 你误会了 我不是贪玩 说到这里 我看着我妈的眼睛 一字一顿道 我就是活该被她们忘记而已 我妈的脸一下子就冷了 我的心也冷了 暑假过后 我选择了继续住校 我爸理亏 送我去新学校的时候 安生叹气 似乎想解释什么 又觉得无从说起 直到下车 我没有再和她说一句话 世界破破烂烂 总得有人缝缝补补 我没想到 进入新班级的第一天 上天就为了制造了一份惊喜 我在理科班的班级 看见了孙肖 那个见过我狼狈一面 又愿意伸出援手的男孩子 诶 是你 他认出来了我 陌生的环境里 我们因为那天的奇遇 成为了同桌 孙肖性格开朗 乐于助人 打的一手好篮球 是班上的班长 他像个小太阳 整个学校有不少小女生喜欢他 都说进水楼台仙得月 但那时我对他并没有多余的情感 我只是羡慕他 可以毫无顾忌地依靠父母 高二时 班主任组织我们看这么多年 十七岁的他 指着女主的妈妈说 如果不爱孩子 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 以后 我结婚了 只会要一个孩子 我要给他毫无保留的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看向了我 眼神惊亮 说不清什么 心脏剧烈跳动的同时 我避过了他的目光 高考结束那天 孙肖请我吃饭 他第一次喝酒 脸颊红红 泛着热气 醉熏熏地问我 蒋鱼 你对我一点没有感觉吗 我摇了摇头 那就是喜欢我了 我轻轻恩了一声 他欢呼一声 我可以亲你吗 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氛围中 他的唇贴上了我的 他发出满足的溃探 小鱼 我们分数差不多 报同一个大学吧 孙肖想报考本省的top一大学 我思考了几秒 点了点头 和孙肖成了男女朋友后 我的倾诉欲 突然变得非常强烈 而每提到过去那些事 他都会抱着我说 以后我会给你独一无二的爱 至死不渝 那时我真的觉得 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可我没想到 只是带孙肖回了一趟家 一切就都改变了 我更没想到的是 早在高考前夕 孙肖来我家找我时 便已经见过蒋年年 孙肖认识蒋年年 你的身体比上次 好像好了不少 我带他回家 刚将背包放在客厅沙发上 就听孙肖说了这么一句话 蒋年年从楼梯上下来 点了点头 没想到你会成为 小鱼的男朋友 他说完就低下了头 我不想和蒋年年 继续待在一个空间里 拉着孙肖的手想出去 却没拉动 把你姐姐一个人 丢在这里 是不是不好 要不我们还是在家里待着吧 孙肖冲我耳语 未等我回应 便自来熟的 同蒋年年聊了下去 那天之后 一切都变了 一起吃饭时 孙肖爱上了拍照 一起出去玩时 孙肖爱上了拍视频 起初我以为她是想发朋友圈 但后来才发现 她只是把这些内容 都固定地发给了某个人 直到一次约会 孙肖说 你姐姐终日待在家里 估计也很孤独 我们带上她一起吧 我这才知道 原来那个让孙肖 分享欲爆棚的人 是蒋年年 我回家质问她 她坐在沙发上 因常年宅居室内 几乎不见阳光 透白的皮肤 让她整个人 显得更加清纯无辜 视线相撞后 她躲开了 半嗓才垂手道 我 我什么都不干 不会打扰你们的 我突然很想笑 蒋年年 确实什么都不会做 但她孱弱的身体 放在那里 对喜欢乐于助人的孙肖 就已经产生了影响 回学校后 我直白地同孙肖 表达了内心所想 她却一脸诧异 那是你姐姐呀 算什么外人 又搂着我道 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我从小到大 都想要有个兄弟姐妹 小鱼 我可羡慕你了呢 再说 你姐是你姐 你是你 我还能分不清 孰轻孰众 只是看她可怜 我发誓 我这辈子只会喜欢你一个人 只想和你结婚 只想让你给我生孩子 她满以为这种承诺 会让我心安 但其实并没有 一周后 我们去游乐园 她依然叫上了蒋年年 为了照顾她的身体 她将我期待已久的 云霄飞车项目取消 改成了乘坐摩天轮 我受不了了 结束后 我单方面找她吵了一架 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 你只是可怜她 小鱼 她想抱我 被我躲了过去 孙霄 你发现没有 自从你给蒋年年定性后 你的心就偏了 我以为你只是乐于助人 但现在 我发现你对人 尤其是异性 没有距离感 从前我绝对想不到 当初孙霄身上 最吸引我的品质 有一天 会成为我痛苦的源头 不是她捏如着 但却发现自己 无力解释 我叹了一口气 既然对女朋友做的事情 你也会对蒋年年做 那谁来当你女朋友 似乎都一样 那么 我看了看她的脸 我退出 我单方面切断了 和孙霄之间的联系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第四天 我需要上课 她才在宿舍楼下 堵到了我 胡子拉扎 不修蝙蝠 一看就知道 这两天没少受罪 我的心软了一瞬 但想到之前 她分不清界限的行为举止 刚升起的热度 又很快散了下去 见我没有反应 孙霄开启了 穷追猛打模式 一个月后 当她在暴雨中晕倒 被急救送到医院后 我终究还是心软了 小鱼 我头疼 她红着眼眶的模样 渐渐和当年那个热情 降下车窗 将我拉出窘境的男孩 重叠了起来 我轻轻捶了她一拳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有一次机会 她忙不迭地点头 那天之后 孙霄再没提过 要拜访我家 她当着我的面 将从前的电话卡 从手机中拔出来 扔进垃圾桶 换上了一个新号码 甚至经常掏出手机 让我查岗 这次 她似乎卯足了近 要给我安全感 电话秒接 信息秒回 偶有耽误 也会立即和我解释 为什么没有及时回复的原因 她坚持了三年 坚持到我自信以为 我们会有美好未来时 再给我沉重一击 食欲不振原因 我去了一趟医院 不出意外 医生给了我一个惊喜 你怀孕了 B超单上 她还只是一个小黑点 想到我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 我仰起了嘴角 无论她是男是女 这辈子都只会是我唯一的宝贝 孙肖要是知道了 也会很开心吧 我迫不及待地想告知她这个消息 可我妈一通电话 毁了我所有好心情 你姐姐又不好了 你再给她捐一次骨髓吧 我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 我沉默几秒 才道 妈 这次我不捐了 她哭声一顿 不可置信道 你说什么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 那是你亲姐姐 我 我不管你怎么样 你姐这个时候 要用到你 你得应下 否则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听到没有 她说完自顾自地挂断电话 我轻手抚向肚子 想反驳回去 又停下了动作 也是 我妈的情绪 从来不会因为我 而产生波动 又怎会愿意浪费时间 听我辩解 我找到蒋年年的时候 她正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面色苍白 看向窗外的眼神 十分空洞 她的状态 多少让我有点吃惊 但我还是没有犹豫地 说出了早就打好复稿的话 妈刚才又给我打电话 让我答应给你捐骨髓 也许你会觉得我冷血 但蒋年年 这一次 我不想再给你捐了 我今年22岁 也给你当了22年的附庸 现在想当个独立的人 想过自己的生活 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她转过头 眼睛似看向我 又似无处着落 双眸依然空洞 然而口中说出的话 却让我浑身一凉 那又怎么样 什么 你不愿意 那又怎么样 她语调轻轻 内涵的恶意却不清 你信不信 只要我说 我想活 爸妈就是绑 也要把你绑到手术室 毕竟 你能来到这个世界 最该感谢人 不就是我 向来柔弱无辜的脸 此刻却喊着满满的恶意 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一瞬 因为我意识到 她说的是事实 腹中的孩子 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肚子传来一阵紧缩感 我摸了摸肚子 镇定到 随便你们 是去骨髓库还是怎么 总之这一次 我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我关上了门 可刚出玄关 想起蒋年年刚才的样子 我突然生出一股不安 我快速转身 原路返回 门打开的那一瞬 我待在了原地 蒋年年竟然自杀了 刺目的颜色 让我的肚子又一阵紧缩 我想不起来 自己是怎么通知父母和蒋游的 坐上救护车的那一刻 看着蒋年年 几乎变得透明的面庞 我中还是没忍住 拨通了孙霄的电话 可她的反应 令我如坠冰枯 她在那边惊慌怒吼 你对她做了什么 她挂断了电话 我手上捏着的蒋年年的手机 却快速震动起来 卡二来电 来电人备注 小孙 我内心有个猜测 接通了 喂 年年 小鱼刚才是骗我是吧 孙霄的声音 再次在耳边响起 我按灭了电话 看到卡二那串 并不属于蒋年年 但却也眼熟异常的电话号码 突然很想笑 原来这三年里 孙霄并没有和蒋年年彻底断联 原来到头来 连最后一个我最重要的人 也在我妈的帮助下 站到了蒋年年的阵营 我浑浑噩噩地站在抢救室外 我妈不愿放过我 她爆发了 这个给我生命的人 此刻却恨不得 我立即死在她面前 蒋鱼 为什么躺在里面的人不是你 为什么你要这么遭见我 她撞入癫狂 扯着我的头发 将我狠狠甩了出去 额头撞上坚硬墙壁时 我眼前一黑 恍如下一秒 就要死在医院里 温热的液体 从额角流出 我不知道该不该庆幸 这个时候的自己 竟然没有晕过去 我妈还在哭 眼泪鼻涕呼了满脸 半点看不到过去贵妇人的风采 我的年年 我的年年 急救式的灯 依然在闪烁 我爸抛下手中的工作 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后 将我妈从地上拉了起来 温声安慰 下一秒她看向我 蒋鱼 你到底对你姐姐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扯了扯嘴角 我说 我不想再给她当一栋骨髓库了 我说 我也是个人 我想 有自己的人生 有错吗 凭什么 她的一生 未尽的话 被这一巴掌打断 我爸用一双星红的眼睛瞪着我 我没说话 额头上的血流到了眼睛里 不舒服 但我愣是没有闭上眼睛 我就这么看着她 她的嘴唇抖动 语不成句 你你妈说的没错 现在我在你眼里 看不到半点手足亲情 死的人应该是你才对 是你才对 这个曾把我放在膝头 笑呵呵地说小鱼 是爸爸的开心果的男人 现在却不吝将最恶毒的语言 夹诸在我身上 看着我爸搀扶我妈的背影 半上 我自言自语 对 你们说的对 如果一辈子都要以这种方式 活着的话 死的人确实该是我 蒋年年她多好啊 好到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 我的一切都该为她的健康让位 孙霄应该也在赶来的路上了吧 她应该也会像爸妈刚才那样吧 摸了摸肿痛的脸颊 看一眼手术室门前急切等待的夫妻俩 我亮亮呛呛地离开了医院 人群熙熙攘攘 我如行尸走肉 砰的一声 我撞上了一个人 我无意识地朝着对方鞠了一躬 继续往前走 胳膊却被一把拉住 对方的目光落在我已经肿起来的脸上 蒋鱼 你怎么出来了 声音听着十分熟悉 抬头一看 是许久不见的蒋鱼 我瞳孔一说 蒋鱼对我是存在恶意的 也是最爱蒋链链的 五岁那年 我刚给蒋链链捐完骨髓 一向对我没多少笑脸的妈妈 难得抱着我哭了 爸爸也轻声安慰 那十六岁的蒋鱼 就一个人偷偷躲了起来 爸妈急坏了 等在移植病区外找到他 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 我第一次看爸爸打他 怎么可以在医院乱跑 你丢了 让爸妈要怎么办 他将头埋入爸爸的怀里 被打了也不哭 只是委委屈屈道 我看爸爸妈妈都在妹妹这里 不想姐姐一个人在病房里 不想让她太孤单 指这一句话 爸妈收回了短暂放在我身上的目光 那个时候 他有没有意识到 其实父母将一大半的精力 给了蒋链链 一小半的给了他 而我几乎分毫没有呢 六岁的孩子不知道 但十六岁的孩子一定是知道的 否则他怎么会因为要沾杯子 而忘了接我 让我差点被小混混凌辱 我能很清晰地认识到 虽然我们异母同胞 但在蒋链链那里 我比不上哪怕蒋链链的一片一角 因为我是健康的 因为蒋链链看到我后 脑海中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 永远不是我救了他的命 他眼中的艳羡 落寞 足以让周围一切关注他的人 神经紧绷 所以蒋链链可以理所当然地忽视我 可以理所当然地帮助蒋链链 夺回父母的目光 他确实是个好弟弟 但对我来说 他永远不是一个合格的哥哥 此时 在看蒋链链的脸 我没来由地生出了一股厌烦 你的脸 我伸手摸向脸 冰冷的刺痛感传来 让我一瞬间回想起 这巴掌的来源 和你没关系 我拉下了蒋链链 放在我胳膊上的手 他一愣 接着道 你现在看起来状况不对 先别急着走 他似乎跑去喊人 一边指着我 一边拜托对方 这是我妹妹 他看起来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现在有事需要上去一趟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他 交代完 他连看我一眼都不曾 便一阵风似地跑向了电梯 那是手术室的方向 等小护士再想找我时 我早已经随着人流走出了医院 紫衣团乱麻 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我不想接 那人却一直打 烦不胜烦 我接了 你跑哪去了 你姐姐在急救 你怎么没在外面陪着叔叔阿姨 开口就是指责 没有问我现在在哪 没有问我有没有遭遇什么 满心满眼都是蒋年年 孙霄 许是我的声音平静到不正常 他停止责怪 你记得你曾说过 要给我独一无二的爱吗 他沉默几秒 嗯 你记得你是我的男朋友吗 他的声音变得不耐烦 你怎么又说这个话题 没完没了是吧 年年是你姐姐 我未来的大姨子 以后都是一家人 我多关心关心怎么了 你有这个闲心 怀疑这怀疑呢 不如赶紧回医院 我挂断了电话 仰头看天 脑海里走马观花地过了一遍 我人生短暂的二十二年 这世上有没有哪怕一个人 可以给我毫无保留的爱呢 没有 从出生开始 我似乎就是不被人期待的 我努力挣扎 却还是那么挤不进去的世界 就不挤了吧 像是魔症了一样 当距离医院两公里处的烂尾楼 映入我眼帘时 我毫不犹豫地往那个方向走 我的脑子太难受了 好想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清醒一下 我冒着雪 徒步走到了那里 又徒步爬上了顶层 三十四层高的楼 深夜里从上往下看 恍如看向了深渊 冬日的寒风 如刀般割向我的脸颊 稍有不慎 我死无全尸 我的腿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 心脏在剧烈跳动 我轻轻俯了上去 死多简单啊 只需要往下一跳 时间再无蒋鱼 捏在手里的手机 还在不停震动 有我爸 有蒋游的 有孙霄的 我伸手点开最近的语音 冷风呼呼地吹着 孙霄气急败坏的声音 通过听筒传出来 蒋鱼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手上攥着你姐姐的命 哦 听这语气 我爸妈大概是添油加醋地 将蒋鲼鲼自杀的原因 告诉她了 来质问我来了 下一条语音自动播放 就是捐献一次骨髓而已 可以救年年的命 让她重获新生 小鱼 你不觉得 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吗 她哄着我的语气 温柔极了 可我听出来了 她忌惮我 我的男朋友 怕我不给自己姐姐捐骨髓 哄我 讽刺 我摸摸心脏 感觉不够 又点开我爸的微信 你回不回来 再不回来 以后就不要回家了 死在外面吧 爸刚才说的是气话呢 只要你回来 给你姐姐捐骨髓 你就还是爸妈的孩子 你之前不是说 想去尔滨旅游 等你姐姐好了 我们一家一起去那边玩 你先回来行不行 爸爸呀 想去哈尔滨的人 从来也不是我呀 我妈哭着说 蒋鱼 我上辈子是欠你的吗 要我求你吗 好 那妈求你 救救我的年年 求求你 妈妈别求了 我应允不了 这么些年 身为你的女儿 我太累了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不要再当你们的女儿了 蒋鱼的声音最是冷静 你应该知道 如果不是大姐生病 压根就不会有我们两个存在 蒋鱼 不就是捐献骨髓 多大点事 你小时候又不是没捐过 我要是能捐 也轮不到你了 你懂点事 赶紧上来给爸妈认个错 这是就算过去了 蒋鱼 我不想懂事 现在我只想任性一次 在蒋家 我姐姐叫年年 哥哥叫有 我叫鱼 蒋家年年有鱼 可我这鱼呀 从来就是多鱼的鱼 我丢开手机 望向深渊 三十四层的高楼 我一跃而下 浑身放松下来 舒坦极了 那一刻 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蒋鱼 你终于不再多鱼了 我好像没死 看着地上那摔得血肉模糊的身体时 我内心恶意地想 他们要什么时候 才会发现蒋链链的移动骨髓库 已经消失了呢 我想知道这个答案 挑着回到了 XR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房 蒋链链躺在床上 还处于昏睡状态 我妈忙前忙后 小心翼翼地 用沾了温水的毛巾 为她擦脸 摸到蒋链链的手 有点凉 又拿起遥控器 调高了温度 体贴周到 一如往昔 蒋链链链在医院住了三天 这三天里 我似乎成了禁忌 被所有人遗忘 她出院那天 我也跟着他们 久违地回到了那栋房子 家里被布置得非常温馨 蒋链再贴欢迎回家的贴纸 孙霄在笨手笨脚地 往蛋糕上插蜡烛 我爸拿着小彩带 奋力地扭动着身体 口中欢呼 欢迎宝贝女儿出院回家 气氛真的温馨不已 晚饭时 六人坐在桌子上 五个人坐在餐桌上 举杯供饮 喝了一口牛奶后 蒋链链看向了 空着的那一把椅子 小鱼还没回来吗 她故作关心的语气 令我作呕 气氛陡然一致 那丫头 现在不知道在哪风呢 风够了就回来了 回来看我怎么收拾她 不笑不惕的东西 蒋链链一脸疑惑 小鱼做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爸妈你们这么生气 提到这个 我妈似乎气不打意出来 你这妹妹是被我们养歪了 亲姐姐病了 要她捐个骨髓 还推三阻四 她之前是不是和你说 这次不想给你捐骨髓 导致你 我和你爸气得慌 将她臭骂一顿 死丫头耍脾气跑了 到现在都联系不上 砰的一声 蒋链链一不小心 碰到了身前的牛奶 我妈停止骂我 一脸焦急 年年没事吧 蒋链链低着头 不一会儿 她似乎酝酿够了情绪 几滴眼泪从她眼眶低落 不是的 我我自杀和小鱼没关系 我站在餐桌边上 愤怒咆哮 你究竟是不是想牵连到我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相信这么多年 你看不出来因为你 我的处境有多艰难 可无人听到 我妈温柔地 用纸巾帮蒋链链擦干净眼泪 别哭了 你慢慢说 蒋链链平复了一下心情 苦笑到 第三次被白血病击倒 和死神赛跑 妈妈 这一次 我不想跑了 我妈一听就哭了 你怎么这么傻 所以看到桌子上 那把水果刀的时候 我没忍住 真的和小鱼没关系 听蒋链链这么说 我气得在客厅来回踱步 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在逃脱责任 我恨不得将她孱弱的身体 一把推倒 痛快打上一架 我妈一把将她搂入怀中 爸爸和蒋链也站了起来 无声将两个哭泣的女人 拥住 蒋链链哭了许久 才从妈妈的怀里钻出来 她擦干净了眼泪 又笑着道 妈妈 爸爸 小游 对小鱼的选择 我真的一点都不怪她 我知道这一次 她为什么这样做 说完 顶着全家人诧异的眼光 她走到了我的房间 再回来时 她手上多了一个文件袋 她从里面掏出来一张检验报告 那张壁抄单上赫然写着 宫内早运 运八周 看到报告单那刻 孙霄愣在那里 张着嘴巴 半赏没说话 可我注意到 她的手抖了起来 我妈拿着那张报告单 盯着上面的小人看了几秒 半赏声音冷冷到 为了这么个还没有完全成型的胎儿 就放弃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 这死丫头 孙霄文言 死死地盯向我妈 妈 蒋油的声音也变得严肃起来 她竟然第一次为我顶撞我妈 妈妈 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如果你当年怀上我姐的时候 姨妈和她情况一样 你会半点不犹豫地打掉她 为姨妈捐献骨髓吗 既然您做不到 又凭什么要求蒋油这样做呢 贝泽问 我妈恨恨地将报告单塞入文件带 她怀孕了 自己不跟我们说 怪谁 我是她妈 给她命的人 她还能和我生分一辈子 再说 我这么做是为了谁 没人说话 我妈卷着一张脸 打死不承认自己做错了 也是 她怎么会错呢 按照他们的论调 这天下只有不是的儿女 没有不是的父母 可妈妈呀 我的人生只有二十二年 那么短暂 是要和你生分一辈子了 这段时间 你们谁也别去找她 稍微有点不顺心 就给人玩失踪 我非得改改她的脾气 用不了几天 她准回来 她没其他地方可去 只能回来 她念叨着 念叨到最后 自己就相信了 时间一天天过 开春了 温度再逐渐上升 第五天 蒋游找理由出门了 我爸坐在客厅沙发上 看新闻 蒋年年在餐厅的椅子上 绣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 我妈在厨房忙着做饭 一边叮嘱蒋年年 没事多些些 逢那东西伤眼睛 她话音刚落 客厅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我爸的玻璃杯 掉在了地上 热水洒在她身上 冒着热气 应该挺疼 可她连叫都没叫 你干什么呢 我妈冲出来 对着我爸 就是一顿鼠落 可下一秒 她也愣住了 电视上 主持人正在紧急插播 一则新闻 有乞丐在距离 阿兹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两公里外的烂尾楼下 发现一具腐烂女尸 身份不明 穿白色羽绒服 黑色马丁靴 主持人建议 家中最近如有失踪女性 可速去警察局报案 不 不会吧 我爸愣了半赏 才冒出了几个字 看到蒋年年脸色苍白的样子 她连忙安慰 年年你不用太担心 那一定不是小鱼 我要是记得没错 小鱼离开医院那天 没有穿什么白色羽绒服 她在客厅又躲了两步 还是不放心道 你在家待着 我和你妈去警察局先看看 说着拽上愣在那里的我妈 就往外走 肢体破破烂烂的 我跟着飘了过去 坐上出租车的那瞬间 我妈突然念叨出声 那死丫头 失踪那么多天 是不是就想这么吓唬我们一下 等她回来 看我不打断她的腿 你别说了 我爸突然冲她吼了一句 我妈念如半赏 到底还是咽下了 原本要说出口的责骂 一路沉默下 两人抵达了警察局 不一会儿 蒋游也来了 在警察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停尸房 一块白布下 尸体已经不堪入目 即便经过处理 但散发出来的意味 还是让人忍不住 皱起眉头 可几乎一瞬间 蒋游就认出来了 是她 衣服是她 文言 我爸直接瘫在地上 我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口中喃喃 不会的 怎么会呢 法医这个时候走过来 根据尸检结果显示 这是一具女尸 二十二岁 戏自杀 死时约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我妈一下子就惊到了 她张着嘴 但却说不出一句话 只靠着喉咙 呵斥呵斥地发出声音 可看她这个样子 我只想笑 哈 历时八天 你们终于发现了呀 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那的确是我 我妈没哭 她只是看着警察 张张合合的嘴 一直念叨着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她怎么会自杀呢 我爸突然怒了 还不是你那天 抓着小鱼骂她 我妈似乎想到 那天她是怎么对我的 她蹲在地上 眼泪绝滴 我爸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的心结在哪里 你怨小鱼 觉得当初生她时难产 导致你被切除了子宫 你恨她 可我们都忘了 当初她的到来 也是身不由己的呀 我们都有错 那天我不该打她 更不该随着你的意思 她蹲了下去 我哥看着爸妈 蹲在地上哭 一动不动 三个人中 似乎只有她最冷静 可只有那双颤抖的手 昭示着她此刻 内心的不平静 她慢慢走向我的尸体 伸出手 似乎想再看一看我 但最后 却还是没有掀开那块白布 小鱼 你一直很懂事 不懂事的人 是哥哥才对 我被火化了 残破不堪的灵魂 变得逐渐透明 我知道 距离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期限 越来越近了 我妈抱着我的骨灰回的家 我爸我哥 想从他手中接过 被他躲了过去 回家后 他一下子就变得沉默了 终日待在我那个小房间里 盯着我的骨灰和发呆 按理说 死者应该是要入土为安的 但谁从他手里抢骨灰和 他都警惕地躲了过去 蒋年年来都没用 夜深人静时 他在我曾经睡过的那张小床上陷入沉睡 好像做了什么美梦 嘴角勾了勾 小鱼 你帮妈妈捶背 妈妈最舒服了 突然 他说了这么一句梦话 他的话 将我也带到了过去 小的时候 每次妈妈从医院回来 累得腰酸背痛时 我都会主动去给他捏尖垂背 听到他的一句夸赞 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真讽刺 我生前他想不起来 我半点好 如今我死了 他却在梦中反复回忆我的好 我最后再看了一眼 这间由仓库改装的小房间 身躯变得愈发透明 脑海里莫名出现了一道声音 他在热切地呼唤着我 我感觉自己被召唤着 小鱼 在我彻底消散前 我妈像是突然看见了我 惊呼出声 爸爸哥哥听见动静闯了进来 下一瞬 在他们向我扑过来前 我彻底消失不见 番外妈妈偏我有三个孩子 但我唯一不记得刚出生时模样的孩子 只有小鱼 因为生他的时候 我难产 子宫被一整个切除 往后的每一天 看到他我就会忍不住想 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 不能像小游那样懂事 为什么他的降生 要让我付出那样惨痛的代价 可我忘了 他的出生也是身不由己的 谁愿意背负着使命 来到这个世界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将所有负面情绪 都发泄在小鱼身上 我当然能看到小鱼在这个家 有多么小心翼翼 年年是大姐 身体虚弱 又有病 已经占据我们大部分心神 酱油是男孩子 调皮捣蛋 又占据我们另外小部分心神 小鱼就只能扒着我们指甲 凤露出去的那点零碎的时间 感受父母对他的关爱 像个乞丐 可那时的我半点 没有对这个孩子的愧疚 当年医生就告诉过我和蒋海 白血病即便移植后 也有一定复发概率 我未雨绸缪 一直在监控着小鱼的 各种生活习惯 我不允许他吃垃圾食品 不允许他熬夜 更不允许他挑食 胡萝卜这种他吃了 就想吐的食物 在我的逼迫下 他也吃了不少 他的身体维持得十分健康 所以年年白血病复发时 我毫不犹豫地 将五岁的小鱼送上了手术台 抽骨髓的时候 他哭得直抽搐 小脸通红 可回家时 看到我难得展露心疼的样子 当即伸出小手 帮我擦了擦眼泪 小鱼不疼 妈妈别哭 我第一次将这个孩子抱入怀中 嚎啕大哭 可哭完之后 我像是一个机器人般 又收回了自己对他的所有情绪 我当然看得出来 孙潇那小子性格上存在的缺陷 既要又要 我也知道 小鱼以后 一定会因为他受到伤害 可看到年年笑容欢快的样子时 我昧了良心般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小鱼闹事 孙潇断了和年年往来 年年郁郁寡欢 为了让年年重新开心起来 我将自己的号码留给他 让他私下里和孙潇联系 必要时 我甚至还会给孙潇和年年打掩护 我总觉得 年年只是太寂寞了 在我的掌控下 不会发生什么控制不了的事情的 可意外还是来临了 年年不幸 我不明白 上天为什么要这么对待 我这个女儿 她来一趟人间 似乎就是历劫的 治疗 骨髓移植 我们又走上了同一条路 习惯性忽视 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医生说 可以在中华骨髓库 寻找合适配型时 我半点不带犹豫地拒绝了 有小鱼呢 我一厢情愿地觉得 他们是姐妹 妹妹就姐姐 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可我理所当然的态度 彻底伤害到了小鱼 她怀孕了 她不想放弃 她的孩子 就像我不想放弃 我的孩子一样 所以 她找到年年 拒绝了我的要求 年年自杀了 我以为是因为小鱼的拒绝 我狠狠地揪住她的头发 狠狠地将她摔了出去 就像我这么多年做的那样 我对她说 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你才对 她爸也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你妈说得对 死得应该是你才对 后来我想 小鱼眼中的光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灭掉的吧 她自杀了 在那栋烂尾楼的楼顶 警方找到了她的手机 打开手机后 我泪如泉涌 备忘录里 写的全是我们一家人的生日 我们喜欢吃的食物 我们曾经畅想过 等年年病好后 想要去旅游的地方 她说以后那些 她会一步步带我们一起完成 她在备忘录里写 真的不想再经历 小时候的那种痛了 抽完骨髓后 好几天不能下地走路 腰酸腰痛 可这些捐献骨髓的后遗症 我当时却半点都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的眼里只有年年 她说这二十二年的人生 我大概注定就是不被爱的 如有来生 我再也不要当爸爸妈妈的女儿了 二零一八年 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女儿 小鱼走后一个月 年年在中华骨髓库里 配到了半香盒的骨髓 不久 她又进仓了 进仓前 她哭着说 对不起 妈妈 一直以来 让你操心了 如果没有我 你和爸爸 小游小鱼本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很奇怪 过去只要她一流眼泪 我恨不得为她摘星星摘月亮 可小鱼走后 我对年年身体的紧张感 似乎在几个月里 渐渐消弭了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行尸走肉斑 用手帕帮她擦干净眼泪 小鱼做出那样的选择 我和她爸难辞其咎 但我很清楚 一直被我们捧在手心的年年 也并不无辜 年年治疗期间 小游成为了骨髓库的一名志愿者 我知道她在自责 没有阻拦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她愿意挽救一个威王的家庭 我也很开心 可第一次捐献骨髓 回来后腰 整整酸痛一个月 几乎没办法工作时 她抱着我 哭了 妈妈 原来妹妹捐骨髓时 要吃这么多苦啊 我的心仿佛被扎了一刀 秘密的疼痛袭来 那之后 向来喜欢黏着黏黏的小游 竟然搬去了外面住 像是一夜之间 明白了过去自己的理所当然 究竟错得有多离谱 至于孙霄 彻底失去小鱼后的半个月 她好像这才意识到 自己真正爱的人是谁 她每日去小鱼的墓地买醉 喝得醉醺醺的 口中一直念叨 我怎么就把你们弄丢了呢 偶尔会买点粉色蓝色的小衣服 带过去 烧了 我有半年没有见过她 后来新闻播报 我们才知道 她跑去山区支教了 可去那边的第三天 就遭遇了地震 为了救学生 她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她死在了一场地震里 又是一年过去 年年移植完成 进入漫长了排义闯关期 小鱼忌日这一天 我们一家四口 终于鼓起勇气 去墓园看她 小鱼啊 马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多少吃点吧 过去我嫌弃这东西重糖 吃多了身体不好 很少做给她吃 如果她还活着 看到这样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糖醋排骨 大概会笑眯眯地抱住我 甜甜地喊上一句 妈妈对我最好了吧 我点燃了香 可一阵风吹来 香灭了 蒋海变了脸色 半晌 她叹了一口气 这两年来 她叹气的次数都要赶上前大半辈子了 小鱼不会原谅我们了 我愣愣地看着熄灭的烟 不原谅就不原谅吧 想必属于我的报应 我们的报应也快来了 小鱼 你就好好看着吧 我在睁开眼时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雪白的天花板 身旁的妇人健壮 声音惊喜 醒了 她爸 醒了 我茫然 但直觉让我喊出了那个字 妈 女人先是不敢相信 接着竟然哭了 她爸 你看咱家南南 是不是恢复正常了 后来 妈妈牵着我的手说 我从小就与别的小孩不同 日常偶尔吃傻不说 经常还会无缘无故陷入昏迷 医院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那时他们害怕 只能另辟蹊径就我 游方倒是说 我这是魂体不全引起的 待到比方消亡 我就能恢复正常 至于我是谁 我叫刘妍妍 生于2002年 今年21岁 是家中老妖 父母的老来女 哥哥刘峰是警察 大姐刘莉莉是教师 二姐刘珍珍是律师 我出院那天 他们忙里偷闲 全都赶来医院接我出院 看着围绕在病床前的每一位家人 没来由的 我红了眼眶 我不知道这种情绪从何而来 大姐看到我哭 笑着道 小妹这次苏醒 人好像都变得感性了不少 谁说不是呢 昨天夜里还听见她在梦里喊妈妈呢 我忍住休男 任由他们打去 出院回家后 我成了大熊猫 被珍贵保护起来 妈妈想尽一切办法 做我想吃的 我能吃的食物 她对我的喜好非常了解 在确保营养均衡的情况下 我没吃到任何一道不喜欢吃的菜 这种感觉让我非常陌生 因为那一瞬间 我脑海里莫名闪现了一个画面 饭桌上 饭菜里放了不少胡萝卜丝 一个女人一边往我碗里夹菜 一边让我吃 而我忍着想要呕吐的欲望 吃得十分勉强 那是谁 我很想再回忆回忆 却发现那段记忆又消失了 我摇了摇头 看看眼前的家人 内心像喝了蜜一样甜 几天之后 恰逢小侄子将过周岁宴 我去商场给他买礼物 途径服装店时 遇到两个人 很奇怪 明明不认识 但就是感觉莫名熟悉 身材瘦削 一脸老像的女人摸着一条红裙子 道 要是小鱼还在 我买这条裙子送给她 她一定很高兴 她那么喜欢红裙 站在她身边的年轻女孩健壮 脸上闪过一丝落寞 妈 小鱼走了五年了 她要是还活着的话 一定不希望你这样的 谁知那女人听到这话后 原本还算祥和的面容 却陡然一变 她将穿着白裙的女孩 一把推开 你走 你不是小鱼 我的小鱼呢 你把它还给我好不好 一看精神就不正常 女孩崩溃了 妈你别这样好不好 爸爸肝癌去世后 酱油不理我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忘了吗 你好不容易才将我 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现在怎么能这么对我呀 她大哭的声音 引来了许多人的注意 也包括我 这个家庭 母亲疯了 父亲走了 女孩的脸上 没有一丝气血的样子 显得有点甚白 我内心泛起一丝怜悯 但和她目光交汇的瞬间 我却感到一阵恶心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不知为何 这个想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怜悯的情绪也一扫而空 我这是怎么了 我没再继续听下去 而是往楼上的儿童区走去 还好我的家庭幸福美满 该给姐姐家的小孩 买什么玩具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